26号清晨5点多一名男子潜入花莲公庙 偷走约3到4万元的香油钱 为了夺警方查气 还表庙里的监视器主机电线剪断 搬回住家水沟丢弃 即使第一时间连监视器主机都搬走 丢在他住家附近水沟 但是警方调约路口监视器 还是锁定他将他逮捕移送侦办 让5点多街道上空无一人 一名男子大摇大摆的弯进一旁公庙内 一直到40分钟后 男子才提着一个大箱子离去 原来他是来偷香油钱的 而大箱子就是监视器的主机 张路监视器主机以及8条讯号线 犯行对犯行坦诚不会 全案讯后一加重切到这些 一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事情就发生在玉里镇九天公庙 丢方发现监视器主机不见 线通通被剪断 三年没开过的香油箱遭到破坏 箱内只剩下几个铜板马上报案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 称玉里镇仁爱路二段一处公庙 一事遭侵入 警方立即前往现场勘察 踩证 随后发现公庙内监视器主机一台召窃 另外公德箱亦有遭撬动的痕迹 经过警方启动鹰眼小组 调阅周遭监视器 锁定一名男子犯案 该名男子早上五点 从公庙侧门侵入 刑切 在获报后的四小时 本分局侦察队立即前往 涉嫌人家中查起 原来证明 血信窃贼 先是鬼鬼祟祟的潜入工地 没偷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发现旁边公庙无人看管 便把歪脑筋动到公庙香油前上 总共偷走了大约三到四万元 即使第一时间连监视器主机都被搬走 丢在他住家附近水沟 但是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 还是锁定他将他逮捕移送整办 记者高雙雙预阵采访报道